大部分的人反對在育母是因為 他把人類的子宮當作商品或是工具做販賣 那這個其實是違反人性尊嚴的 法律上就是有講說 將人當作工具的話 嚴重違反人性尊嚴的事情 比如說奴役啊 或是將身體的器官去做買賣 器官捐贈也都是無償的 捐贈精子卵子 必須是要無償的方式 嗨嗨大家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先跟大家講解為什麼我想要做這個主題好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說我最近去動軟 這個主題其實就是因為這一則動態 對啊這個是那個阿酸說要哪裏 妳說好裏面喔 對啊 喔對啦我們家褲子不要去生的啦 對啊 我包是鮮欸 欸我沒感覺我剛不動吧 對啊其實我比較希望說妳可不可以 對啊 掰掰 然後我收到了一則回覆 他說 覺得你既然很多人觀看 你就要注意眼型啊 會不會偶像都找代理孕母 其他人也覺得自己可以找代理孕母 笑 我退追了 這樣 其實我收到這則訊息的時候 我當下是覺得 他退追 就有點錯愕 我必須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個人觀點邏輯 我本身就是一個很愛開玩笑的人 如果他今天是跟我講說 妳是我可能是某部分的族群 然後我覺得妳這樣講 侵犯到我了 我覺得 我很不高興 我一定馬上跟他道歉 為什麼這則動態會講到說 代理孕母 因為動軟之後的下一個階段就是 試管嬰兒嘛 那試管嬰兒其實不是一件 這麼容易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有可能會失敗 可能又要再重來一次 我後來才發現說原來 生育這件事情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 百發百中嘛 怎麼生怎麼中 但有一些人他是為了要生育 可能要做很多很多 努力的預備 那我先來說說一下 我對代理孕母的看法好了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是三性 都是同性戀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女性 那因為身體有問題 我們都有聊過代理孕母的這件事情 我先跟大家強調 假設說如果我今天我朋友他們要做代理孕母 我們絕對不會去違法的地方做 一切都是走正常的途徑 對我來說這件事情 有一部分的族群有這個需求 我並沒有感覺到反應這麼大 或是很反感 就當我聽到這個詞 我對這件事情並沒有這麼的排斥 但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可能沒辦法接受 我也能夠尊重對方 OK 後來我當下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非常的錯愕 我想說偶像找代理孕母 其他人會不會也都覺得自己可以找代理孕母 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找代理孕母需要花多少的錢 結果我查了一下最貴 就是10萬到15萬美金嘛 在這個合法的地方 換算一下台幣 差不多就是300萬到450萬 我今天是一個自己 我花得起的人 可是我可以自己生 那我一定會自己生 就是我沒有必要 就是去找代理孕母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哪些族群 她真的需要代理孕母好了 我後來有先去詢問一下 一個朋友 她是專門在做這個 試管嬰兒婦產科的 她是有講說 有些女性是因為 子宮內膜的問題 也會影響到 能不能夠成功懷孕 她們也會找代孕 有些人就是開始分享說 她這個取卵的過程 然後變得很胖 然後幹嘛幹嘛的 然後最後 她 試管嬰兒 還是失敗 我後來就是因為 在IG 有先跟大家理性討論 然後有發現說 喔 其實原來很多很多人 她們的身體狀況 就是不能自己懷孕 然後是希望 台灣的代理孕母 可以趕快合法 然後也有一位是 她跟我分享說 她子宮天生就有問題 她必須要栽除她的子宮 她的觀點是覺得說 因為對方需要錢 那她們需要小孩 她是從國外代孕的小孩 從台灣去亂 然後也可以運出國代孕 她是這樣子分享給我 做一次要幾百萬 但如果能夠去做的人 她覺得就一定養得起 那我自己的觀點是覺得說 那有方式就有希望 因為有些人她就真的不能生 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聽起來是一件感動的事情 就有些人真的是 逼不得已的原因才需要這個 也是有人說 就能自然早就自然了嘛 跟先生在一起 從交往到現在12年了 一直想著順其自然 過了9年 不想要有遺憾 所以做了試管 結果花了百萬 取了兩次卵 直入第三次才成功 不懂別人的狀態 不要說自然神 對於這個族群 其實聽到這樣子的話 就多多少我真的會難過啦 因為我畢竟 我身邊也是有一些朋友是這樣 這個過程真的是很煎惱 我有一個朋友 也有看到這篇文 她其實是 跟她老公已經結婚 5、6年了吧 結果做了試管 一個做了三次 都沒有辦法成功 她們的男方跟女方 都是健健康康的 變出來都是 就是可以受孕的 可是重點是 她們的精子跟卵子 互相排斥 所以導致 她們就是沒有辦法受孕 這件事情也是有的 會影響到受孕的原因 真的太多太多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在我IG 樓下的一些留言 因為我真的是很希望 大家可以理性的 去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人反對 就一定有她的原因 所以我去抓了幾個 就是大家 跟我解釋說 為什麼會被反對 那有一些人覺得 代理育母是違反倫理 人性尊嚴 將女性的身體工具化 有些人會覺得說 明明就可以生育 然後就要找代理育母 是猶如將嬰兒當成 可以交易的財產 會對嬰兒的心靈 造成傷害 跟生命權的掌控 而且代孕者 可能要付上自己的寶貴生命 然後懷胎十月 然後二十四小時 無休的生活 那代理育母的背後是 隱含女性一定負責 傳宗接待的壓力 跟社會期待 也真的很謝謝她 就是跟我講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反對 也有人說 感覺對方應該是認為 你是在網路上是公眾人物 那公開表達 或許會造成影響 雖然只是開玩笑 他可能想的比較嚴重啊 不過相信大家都有 自己的判斷能力 補充 台灣代孕尚未合法化 牵涉 倫理 人權 法律 醫學等 等 多種問題 正反方都有各自的觀點 所以正義一直存在 我是因為發出來之後 然後跟大家理性的討論 我才發現說 原來有很多人 因為代理育母 可能會被當作是生殖的機器 也謝謝他們 跟我的分享 這幾天 這樣子收到很多人的訊息 才發現說 那不是每一個人 想生就生 更多人在乎的是 其實生下來不癢 這會是我可以理解的問題啦 就是 生下來不癢 其實會更嚴重 對啊 我也是想跟大家講說就是 也是有很多人愛小孩 但是 愛自己 沒辦法生 只是覺得說可以自己生 我一定會自己生 未來的事情 我也沒辦法跟大家保證啊 我也希望說很 想要 雖然說生才會走樣 有點害怕 生小孩的感覺 但是 每次我這樣跟我朋友講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什麼 你整心 整那麼多地方 然後你在那邊跟我講說 你怕生小孩 當媽媽就真的很辛苦啊 我怎麼會不知道 可是 重點是我就是要自己生啊 對 玩笑話歸玩笑話 今天千萬不要去傷害別人 或者是去強迫別人 你如果不喜歡 你也可以說不要 就沒有人可以限制你 就勇敢的做自己 有時候需要一些勇氣 台灣到底為什麼 代理孕母會不合法 我們今天請那個專業的 邱律師來為我們解答 嗨 大家好 我是邱律師 台灣的人工生殖法 主要是解決什麼問題 最主要就是解決不孕症 先天性的遺傳疾病 他的生理或心理 不適合生小孩 最主要是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台灣的人工生殖法 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現行的人工生殖法 是只有保障補孕的補給 所以就是沒辦法保障 比如說 單身女性想要有小孩 同性婚姻想要有小孩 然後還有帶領孕母的問題 目前台灣在孕母 是沒有去做規範的 所以我單身女性 然後我想要有小孩 除非領養 可以去做領養 一個人也可以 可以 那人工生殖裡面 也有去限定說 人工壽經或是四管嬰兒 那什麼是人工壽經 就是把男生的精液 濃縮再濃縮 體戀再體戀 跟卵子去做結合 四管嬰兒就是 直接在體外 精子和卵子結合 培養成胚帶之後 再植入母體裡面 那並沒有規定 就是代理孕母的這個問題 台灣是沒有規定 台灣只有限定說 可以用哪幾種方式 去做人工生殖 但是並沒有規定到說代理孕母 法律有一種規定是說 我允許你可以做哪幾項事情 那沒有規定到的事情 就是你不能做 代理孕母在台灣就是不合法 那如果說今天我真的在台灣 然後就跟我幾個好姐妹 就是講到說 欸 那你今天幫我生 然後我就真的把我 跟我男朋友的胚胎 放在他的那邊這樣子 這樣我犯了什麼法 哈哈哈哈 再生索那邊 你不會同意了對不對 台灣是有特定的醫療機構 可以去做人工生殖的項目 它也會有特定的條件說 有不孕的情況 或是有遺傳疾病 等等之類的情況 那人工生殖允許的情況 也不會讓你去找代理孕母 隨便抓一個路人 強迫他當我的代理孕母 這樣不行對不對 這樣不行啊 恐嚇可能也違反就是 哈哈哈哈 外國的看官法你有了解嗎 你知道他們通常會怎麼規範嗎 美國是大部分的州 都是允許去找代理孕母的 今天我真的在台灣 就已經都做好胚胎這些了 那我就直接去國外做 這樣是OK的 這樣是OK的 就把小孩帶回來都是OK的 你在台灣那個胚胎就是在台灣培養 要出國應該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假設你真的要去找代理孕母 那都是在國外去做胚胎的培養 然後再植入那個代理孕母的母體內 因為我有問那個婦產科那邊 有些是說他可以幫他安排 找到適合的代理孕母 但是卵從他們這邊用完之後 這樣子運送出去 那個手續非常的麻煩 所以像你這樣講的 應該是比較簡單的程序 對這樣是比較簡單的 而且你在台灣涉及金子卵子黑胎的買賣 這些都是違法的行為 可是我看別人在捐卵 捐卵是無償的 金子銀行捐卵 它只要是無償的行為 在台灣是可以去做的 那如果涉及有償 就會變成是 它是意圖營利而去販賣這些金子卵子 那它就會人工生殖法的處罰 大部分人為什麼反對 大部分的人反對代理孕母 是因為它把人類的子宮 當作商品或是工具做販賣 那這個其實是違反人性尊嚴的 法律上就是有講說 將人當作工具的話 嚴重違反人性尊嚴的事情 比如說奴役啊 或是將身體的器官去做買賣 器官捐贈也都是無償的 捐贈金子卵子 必須是要無償的方式 台灣要修法 那你知道這個就是要怎麼申請嗎 提出就於人工生殖法 修改的方向還有草案 到行政院 今年已經提出了 同姓為什麼那時候會合法 有一對男同志他一直去護證說 他要跟他登記 然後一直被駁回 一直被駁回 最後他就去申請大法官釋憲 然後大法官釋憲 就說其實只要兩邊是基於愛為基礎 然後有長久共同生活的意思 基本上法律也是要保障 這樣的生活形式啦 所以最後大法官就說 憲法如果只保障異性婚姻 那其實沒辦法保障到這一類的人群 那這一類人群也應該要受到保障 他們的愛跟異性婚是一樣的 沒有理由不保障他們 大法官解釋就是效力最高啦 就是他可以推翻法律 說這個法律是違憲還是合憲 那如果他是違憲 就代表立法者要再去修改那個法律 天啊我覺得你講的很好耶 下一個畫面直接去找大法官 哈哈哈哈 你應該找不到 我沒有 立法院立出來的法律 要三讀通過經過總統同意發布 那就是一個合法可以有效施行的法律 那你還記得是幾年嗎 對啊 同意的那一刻對啊 四字是748 在民國106 107年吧 好恐怖喔 四字748 106年 好小 5月24年 喔那很恐怖 幾分幾秒你還記得嗎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不會去看 這個生意是不是吵很久 小鮮的影片他小時候沒有月經 然後那時候醫生是跟他講說 你先天性沒有子宮 他就說你不要難過 未來有可能會修法成功 但是這句話已經是30年前了 通常是保障不孕夫妻不是嗎 你不能就是因為自己身材還是什麼的 然後自己就是說 欸叫別人幫你生這樣子 對基本上是不行 不過只是因為身材的因素之後 修法也不會統一 對啊 基本上他就是想要擴大適用的範圍 男生女性啊 同性啊 先天性有什麼疾病 沒辦法自己受孕 有這種需求 修法然後再監督 然後給真的有需要的人 真的有需要的人 而不是說就是因為在意自己身材 而不是說因為這樣子就OK對不對 對啊 你覺得台灣不可能對不對 還是你覺得沒有 哈哈哈哈 他可以去國外做那個 請人家弄待遇 那他把小孩接回來 早上他如果欺養的話 會有什麼法律出的 欺養就是一般欺養的遺棄罪而已啊 你有看過Andy 他們通常會欺養 可能是因為發現那個待遇用可能有問題 欺養他 這個關係很複雜的原因是因為他那個人的生活習慣 跟他補羊 或者是那個小孩生出來 產生先天性的疾病什麼 所以他才很欺養他 第一個程式就是會先透過契約去保障嘛 基本上你要去在國外找到合法的代理孕母 他們應該契約就會寫清楚說 他們找到的代理孕母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比如說他不能抽菸喝酒不良習慣吸毒等等的嘛 沒有佔盡他的契約義務 導致生下來的小孩可能有畸形 那當然就是要依照契約去告那一家 就是譬如說仲介機構這樣 告他要把我之前付給他的錢要回來之外 我這個小孩因為譬如說畸形或是限定性疾病 之後要付的費用也要他聖誕 哦 如果要這樣 但是這個要有因果關係啦 導致他出生的時候就說 Cocaine!Cocaine!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欸 你是什麼強項 你有沒有覺得最拿手告別人的 其實都還蠻拿手的 天啊 嚇到欸 之前做比較多可能就是工程案 很黑齁 很黑 沒有啦 沒有啦 一般民眾可以找你嗎 可以啊 大家有什麼法律的問題可以找我們那個求律師這樣 你是不是很希望說網友都出事就找你這樣對不對 因為找你一定要出事對不對 希望是不要出事 其實不一定要出事才可以找律師啊 有契約的問題 因為你通常契約問題處理好之後 免於後續可能會發生訴訟的機率 那這些省下來的錢可能就會很多 雙方增值的間有1000萬 但是你把7月擬好你可能只要花1、2萬 那你為什麼不先花1、2萬去找律師幫你好好擬好 然後去省下後續那些爭議的錢 我同意 大家趕快去找他 1、2萬就可以省 9、9、9萬 謝謝我們邱律師 謝謝 這個是邱律師為大家整理出來的一些比較專業的東西 那如果你們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可以停留在螢幕上面 自己慢慢觀看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